這個舉辦這樣的活動讓我們創業家能夠有這種相聚的機會 那剛才因為忘了簡單自我介紹 那剛才先看一下我的照片 我照片是去年十月焦點幫我拍的 就是阿貴 阿貴幫我拍的 所以再幫我拍一張我下次也可以再用 就這一次再拍一張 那我的主題叫做這個 舊戲院的美麗跟哀愁 那這是我最剛開始創業的主軸 那我的公司叫以此文創 那剛剛其實是夫妻檔 其實我也是夫妻檔 因為等一下就知道了 OK 好 那今天的講題的大綱大概就是 我是誰 為什麼創業 創什麼業 然後這個我的理念是什麼 那我是誰 其實我在還沒有創業之前 其實我是一個這個所謂的流浪博士 不是流浪教師 是流浪博士 那事實上台灣跟日本一樣 大量的生產博士 那事實上沒有那麼多職缺 那沒有錯 可是念書也不是為了找工作 所以我那時候就往業界發展 那我其實是取得博士學位 然後在學校教授相關的專業的課程 那我教的課程也滿硬的 就是統計跟經濟的 都是這種硬的科目 然後這個 但是我上的滿好玩的 那除此之外我也是在創業之前 我也擔任過工廠工廠的研發長 那其實做的工作就是創新研發跟行銷 相關的領域 那再來就是我是電影院的行銷顧問 那台中大家有聽過萬代福這家電影院嗎 萬代福 那其實我是那邊的行銷顧問 他是無幾職的 但是應該沒有時間講我跟他們的怎麼相遇 好 那再來就是我考過戲劇所 就是我自己的興趣就是戲劇跟電影 那我考過戲劇所 那戲劇所那時候的評審 是一個很有名的名人 可是他已經往生了 叫做李國修 就李國修坐在我前面 他就問我說 那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要來考戲劇所 我就說因為李國修 然後他就笑出來了 然後就沒有上 然後我就寫過劇本獎 OK 然後愛看藝術電影 我跟萬代福的結緣也是藝術電影 因為萬代福就跟台中沒有光點 可是台中有萬代福 就是萬代福也播一些藝術電影 跟台北首輪連播的 再來我是一個A型人格 在心理學中A型人格是一個目標導向的 然後他們還有統計過A型人格的人比較早死 因為壓力大 很容易高血壓就走了 那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可是我有點怪是因為我還滿多愁善感的 多愁善感 所以我是理性感性兼具 OK 這是我的兩個面向 那為什麼創業 其實我今年已經38 就是快40了 那事實上創業對我來說 是一個美麗的偶然 那其實在前年2014年 其實我是應徵 因為我不是學位嘛 就應徵學校的教職 可是一直不是很順利 那我就應徵某一個學校 然後他就給我一封 每次應徵完就只有一封這樣子的信件 就是你的學經理很好啊 可是我們現在不欠人啊 然後以後再聯絡你 類似這樣的話就收到這封信 然後而且還不是真正的信喔 是email email傳過來的 那我就在我的臉書寫下這幾句話 剛收到這封email 應徵教職之路 注定其去坎坷 也罷我懂念書的目的 念書不完全是為了一份工作 走過這些路我想我可以懂 那也罷人生有很多風景 有很多路 進行的觀看此刻你所走的路 這或許才是正途 加油我自己 也因為價值來自你清楚 你自己的價值 加油正風 我就為我自己加油啦 為我自己加油 OK 那再來這時候我就走到 我人生的一個選擇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走下去 繼續當流浪老師 然後繼續應徵 還是走另外一條不同的路 那我在那個時候 就把自己做了一個盤點 那我在業界服務了 這從98年取得博士學位 一直到103年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一直在協助中小企業做轉型 那我幫他們爭取到很多資源 那因為我是有學問的 有研究的這種洗禮 所以我幫很多企業爭取到一些補助 那我就想說 其實我可以幫企業拿 那我為什麼不幫自己拿 OK 所以我就空有本事沒有本錢 我就想要創業 可是問題是你只有本事沒有本錢 那我沒關係 我就用本事賺本錢 這是一種很RQ的想法 所以超越繼承事實 用本事賺本錢 那我在去年 我就申請到文化部的一個補助 創業 那其實當然啊 為什麼要寫這個計畫 其實是因為我知道要怎麼好拿 OK 當然這也是一種取巧的方法 可是我也 事後我也在做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不對 政府就有這個資源 我們就去拿 拿了就做我們本來想做的事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然後又升級到災星計畫 就是我們的人童 其實跟我是鄰居 我們都在光復新村 光復新村 那我創什麼業 因為我所學就是跟管理顧問有關 所以策略規劃整合行銷 用我的所學來作為我的公司的核心 可是這又跟我要講的電影文物有什麼相關 就有戲院 其實我很喜歡看電影 而且這個文化是滿好生意 再來就是微型創業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那我認識了誰 第一個就是我在三四年前認識了萬大夫的老闆 那他本來的四樓有一個倉庫 放了很多電影的文物 可是沒有人幫他做整理 那他就說他還沒錢好者 那我就想說政府有一些計畫案可以去申請 那我就幫他申請到補助 120萬 所以就幫他的四樓的文物館做了一個整件 再來認識另外一個人叫江明赫 他是一個職業軍人 可是他一直在推動舊戲院的聯盟 那我做的這件事情是因為他先做了 然後可是他因為他的職業是職業軍人 所以他沒有辦法平常是來做這件事 那我們就北中南就串聯幾個有心的人士 想要整合這些舊戲院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先跳過 那這是萬大夫他們還沒有整修過的 原來的樣貌 都是很凌亂的 很凌亂的 就像一個小倉庫一樣 擺了很多電影的文物 那這是放映機 就是放電影的機器 現在的電影都是數位電影 80%你看的內容 都是在攝影筒跟電腦前面完成的 他幾乎沒有實景 他幾乎沒有實景 所以電影其實最早的原理其實是動畫 一格一格的畫面快速的捲動 就變成電影了 叫Motion Pictures OK 那這是放映機 好 那這個是字幕機 現在我們的影片要怎麼打字幕 其實只要把它輸入電腦 然後key in你的字幕就可以了 可是以前字幕要怎麼打 要用這個字幕機一個一個刻在膠捲上面 OK 那這就是歷史文物 再來海報 萬代夫大概收藏了兩萬張電影海報 兩萬張 從早期到現在兩萬張 可是他們就堆疊成這個樣子 沒有人幫他整理 OK 好 再來 影片 我們以前看的影片就是膠捲影片 可是現在就是數位電影 那一部電影大概要四到五捆 四到五捆 OK 好 然後就是 然後我就幫他們拿到這個補助 就幫他們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3D的服飾 然後牆面打掉 我每天去建工 我其實沒有拿他一分錢 可是我樂意做這件事情 OK 然後最後是整件完畢 然後我在現場做導覽 OK 然後有一些大圖輸出 介紹電影的歷史跟文化 OK 然後放映機 OK 然後膠捲等等 OK 然後我們就把海報怎麼樣 一張一張陳列出來 展示給民眾看 OK 好 那這是台中區的中區的區長 他有一次 我是他的臉書的好友 可是他有一次就去那邊做素描 那他不知道那個管色是我一手 一手歸後完成的 所以他當在裡面素描的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那台機器是我把它布上去的 OK 好 那再來台灣還有很多舊戲院 除了萬代福 萬代福算是我第一個成功的案例 第二個叫做南投大戲院 不知道再做什麼南投人 南投現在 南投縣喔 現在只有兩家電影院 一家叫做南投大戲院 一家叫做埔里的戲院 只有這兩家 那南投大戲院 你猜他的歷史多久 他只有兩層樓 他的電影院只有兩層樓 就跟我們這個Live House一樣 兩層樓 OK 他的歷史已經有85年 85年 OK 那他們喔 那個小 不是那個 水塘 水塘他是南投人 然後他們就請水塘去幫他們 這個辦一個活動 OK 那這一家電影院也非常的舊 也非常的舊 在我剛才提到的嘉義的萬國戲院 然後他們也拿到 他們本來是個廢墟 本來是個KTV啦 那個地點嘛 然後剛才我講的那個江明赫先生 他就申請到 他用職業軍人的立場 去申請文化部的補助350萬 做一個整修 然後整修完之後 就變成這個樣貌 OK 然後更特別的是 如果你有注意 大概一兩個月前 民視有一部連續劇 叫做阿布拉的三個女人 他講的就是一個舊電影院的故事 OK 裡面的場景就是在剛才我講的 那個萬國戲院所取的景 OK 好 然後再來 花蓮有一家電影院 已經卸業了 他叫瑞伍丹 瑞伍丹 那瑞伍丹他 時間還沒完 瑞伍丹他的椅子都是檜木 還保留全部檜木的椅子 OK 是一個非常珍貴的 好 然後再來 手繪電影看板 以前我們的 我們現在的電影看板 都是大途輸出 可是現在還有人在手繪 這在台南的全美戲院 李安就是在這邊 看電影長大的 好 再來這是一個老師傅 OK 南莊大戲院 我要講的是台中還有一家老戲院 這家戲院還沒有被拆還在 在這個大魯革新時代的對面 隔壁啦 那這個因為是私人產權 他還沒有這個 還有這種私人產權的問題 好 那我為什麼創業 我認為人活著 要活著有意義 錢是必要的 但他不是唯一 所以我們應該從生命哲學 走到生活哲學 再走到生存哲學 我們一定要有生命哲學 OK 那我就創我自己的公司 我的公司叫伊齒文創 那伊齒是我太太的名字 她是我太太的名字 那她的精神跟我一直存在 那每次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遇到任何問題 我都會想到 我要為了我的家庭而活 為了我的小孩而活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跳到最後了 然後我就到各個地方部展 然後中小企業弄了訪問 然後這是光復青春 OK 好 最後一頁 好 創業理念 我已經快40歲了 我認為我已經從nobody 慢慢的走向sambody 可是人要再從sambody 再走回nobody 所以我創業為了什麼 回家 所以希望各位 不管你的事業多大 你多麼成功 你的名聲多好 請你回到家裡面 把這些榮耀獻給家裡的每一個人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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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